柱子,你不是要出去吗? 哦,我出去剧小院里,我把狗喂一下,看看小院,好几天都没过去了 你到我那边把那袄子拿过来 那个条子呀? 对 斯老陈袄子,又干啥? 我今天准备看卷卷 我出去,我失眠,我在路上,我刚刚在哪,我今天有卖卷卷皮的,我买点卷卷皮算了 你相当于一家不是卖卷卷的吗? 是啊 对,我打个电话,看他哪有卷卷皮 行行行,你打一个 香兰,你那边还有卷卷皮吗? 有了? 有了,我让柱子到里面拿点吧 行行行,我让他去 柱子,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去拿一下吧 行,他是打,还在林房里面的 对对对 你帮我一电话,发到我微信上,我给你给他打电话 那我现在过去拿去啊 大家好,马上就正月二十了 我们这家家户户都看卷卷 我已经让柱子去拿卷卷皮了 我现在把做卷卷的菜处理一下 先泡点红薯粉条 将粉条全部泡在开水里 浸泡15分钟就可以了 趁泡粉条的功夫,我把新菜洗一下 我把韭菜和韭黄也洗一下 菜已经洗好了,让它控干水分 吃这个功夫,我炸点豆腐 接下来我切点豆腐片 油炸一下 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将切好的豆腐片放入锅中 豆腐片炸至周身金黄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炸好的豆腐,放凉备用 现在把莲菜切成丝 先切成片 改刀切成丝 切好的莲菜,装盘备用 再擦点黄萝卜丝和红萝卜丝 萝卜丝就拆好了 晾凉的油渣豆腐也把它切成丝 豆腐丝也切好了 我也做了一锅开水 把莲菜和豆芽焯一下 蘸菜炸至断生 控水捞出 接下来再炸一下豆芽 豆芽也炸至断生 控水捞出 把韭菜切成韭菜段 韭和韭菜一样也切成段 酒黄也切好了 装盘备用 肥条也泡好了 我把它剁吧,剁吧 剁好的粉条,装盘备用 最后再切点姜末 这个姜末,一会儿炒肉要用 这就是今天摊卷卷要用到的 所有食材和配料 再次起锅烧油 油为六成热 把肉馅倒入锅中 先把肉馅炒熟 肉馅炒至变色 在肉馅里加一勺五香粉 将生酱也倒入锅中 把它烤匀,炒香 再倒入适量的老抽 再倒入适量的老抽 压精低色 肉炒至八成熟 将粉条也倒入锅中 现在开始调味儿 在肉中加三勺盐 把盐炒匀 好了,肉馅就炒好了 关火 等这个肉馅和粉条晾凉 就可以拌馅了 妈 卷尖皮拿回来了 呀,真不少呀 这皮五六十条好吗 是吧 一大包 人家说拿回去吃吧 儿子把卷尖皮拿回来了 肉馅也放凉了 我把馅拌一下 就可以包卷尖了 将所有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大盆中 用干嘛 不用 我来调馅 有这馅调也不少吗 就拿大碗拌了 一做就多 最后 把藏好的肉馅倒入盆中 用筷子把它搅匀 肉馅里 放的盐比较重 菜里面就不用再加盐了 馅调好了 现在开始包卷尖 这是从我朋友这儿拿来的卷尖皮 这个卷尖皮 烙得特别好 我朋友烙的这卷尖皮小 一张能包一颗 麻面朝下 把这个馅铺到这个卷尖皮上面 用手把馅麻整齐 用手把馅麻整齐 由下往上卷一点 再把两边收起来 继继续朝上卷 卷得紧一点 这样煎卷尖的时候不容易散 一个卷尖就卷好了 大家看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用同样的方法 继续卷就可以了 最后一根的 包了20多根 满满的一大盘子 够晚上吃的 现在准备摊卷尖 现在开始摊卷尖 摊火 把饼铛预热一下 在饼铛中抹点油 把火转成中火 将包好的卷尖放到饼铛中 在卷尖的表面抹上一点油 就这样中火慢煎 煎至定型 把它翻个 煎好了吗 妈 快了 在外面都不见香味了 卷尖包的这么粗 好 这碗肯定馅多 馅多好吃呀 那我就等着吃了 等着吧 煎至两边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再煎几根 第二锅也煎好了 我把卷尖切一下 卷尖煎好了 赶紧吃吧 行 尝尝 今年还没吃卷尖 先来点圆姜醋 再来一勺辣子油 这样蘸上卷尖吃 没透了 真香啊 那么多种菜 还有肉 它能不香吗 赶紧吃 赶紧吃 嗯 老妈包子卷尖 太好吃了 这每年到正月二十 就等着这一口了 每年正月二十 把过年吃剩下的菜和肉 都把它卷巴卷巴 吃完就算过完年了 现在的生活天天都跟过年一样 天天过年 嗯 又到正月二十了 简单又好吃的卷卷 大家赶快做起来吧 吃了几根了 吃的黑哥是满头大汗 嗯 太好吃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